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們要來更換 紗窗紗網的輪子 滾輪 還有 紗網 這個紗窗的輪子 都已經損壞了 這個都磨平了 所以會變得很難拖拉 那我們現在就是要來換這兩個輪子 那首先呢 我們要先把這個 門的下面這一個鋁框把它拆下來 那第一步我們先把這個紗網 下雨的紗網先把它脫離 好 脫離之後呢 翻轉這個門片 翻轉這個門片 側邊這邊就可以看到 這裡有一個螺絲是鎖定這個框體的 我們把這個螺絲 卸除 另外一邊 另外一邊也有 這裡 那兩顆螺絲鬆開之後呢 下面這個框體 可以把它拉出來 可以把它拉出來 像這樣 OK 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把這兩個輪子 把它拆除下來 稍微把它 稍微把它 這樣就下來了 拆下來就是這樣子 這個是拆下來壞的一個輪子 你會發現它這個輪子就是已經磨到都平了 你看這個輪子 都已經這邊已經平了 所以它在推滑的時候 推拉的時候是會非常非常的不順 會很卡 好那這個是我在蝦皮拍賣上買的新的輪子 我發現它就是跟我現在拆下來的規格尺寸不太合 那我建議就是說 大家如果要DIY更換的話 最好是先把舊的拆下來之後 確認尺寸之後再買 像我就是沒有確認就直接買了 結果尺寸買錯了 再看要不要重新購買 那我買的這個輪子的話 本身它是 有軸層的 有培鈴的 那覺得可能會比較滑順 會比較耐用吧 賣家賣的通常就是有這種塑膠輪的 跟這個有培鈴的款式 通常都會有兩種 我會把這個輪子的購買連結 放在影片的資訊欄下方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可以自己點進去看看 那我現在有點懶得再重新購買 我現在在想是不是 我可以把這個輪子呢 拆下來到舊的這邊使用 因為它這個 我看到這個塑膠鍵都還OK 那我們來試試看 可以耶 好 那我決定就是 把新的這個輪子拆下來 裝在這個舊的本體 這樣的話 我不用再重新購買 OK 好 這樣 剛好裝的進去 運氣還不錯 然後 它這個軸心中心的這個軸心的孔徑 剛剛 就是一樣的 好 那我們順便來講一下就是 它這個輪子旁邊這邊有一個螺絲 它的功能是什麼 它主要是調整這個輪子的高低 那利用這個螺絲的那個推進 讓這個螺絲會有高低的一個一個狀況 像如果門你中上去太低 你就可以去調整 像你鎖定的時候 我們看一下 鎖定的時候它就會 輪子就會往下跑 它靠這個活石把它推 往前推 那輪子就往這邊跑 然後門向對就會提高 然後把它鬆開之後 它就會彈回來 彈回來之後 門就會降低高度 大概就是這個功能 可以調整你的那個沙門 或者是沙窗的一個高度 好 那我們現在就把這個輪子 裝回原本的鋁框上面 好 這樣子 另外一邊 好 那接下來就是把這個框體 裝回那個門框上 把這個弄動 這個東西 墊在一起 然後再吃 把這個 把這個生紋 放在一起 OK OK 那这样就装好了 像这样子 那这个沙网也旧了 我们就顺道把沙网也换换吧 还是挺烦的 那这个被干干净的 如果没有娘腰装 能拿起来 看这个平衡 不能打开 这些时候 它都没干净 一样的 完成啦 现在变得非常的滑顺 好啦今天影片就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记得支持一下我的频道 按赞订阅加分享 我是粉红爸 我们下期影片见 拜拜